自動號稱是世界上第一座通過3D打印技術建成的辦公大樓 上週在阿聯酋的杜拜落成 3D打印花費了14萬美元 事先在電腦中設計模型和打印程序 然後再用不同原料打印而成 為什麼3D刷印? 因為它有意義 在數字、時間保障、技術 我們真的相信這個技術 will revolutionize the construction 基本上未來會是3D刷印 這座辦公樓分為17個部分 是一架20英寸高的打印機 運用金屬、塑料、水泥等原料 總共花費17天打印而成 然後工人再用兩天把它們組合到一起 這棟辦公樓坐落在地標建築、雙子塔 和杜拜國際金融中心之間 目前可以作為12到20名員工的臨時辦公場所 杜拜希望以此為參照 確定未來3D打印建築物的安全性 並打算在2030年之前 把3D打印技術運用在全市四分之一的建築中 所以說任由於剛剛的一張入力